Hello大家好,我是大手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场传舞对战现代活动的比赛 例如蓝花的灵魂伟,最终红花书亦安的比赛 灵魂伟是一位泳春拳的实验者 广场比赛的时候,灵魂伟年龄才只有24岁 而书亦安则是自由搏击的实验者 双玩大战的两个回合 最终灵魂伟以绝对优势,敏压获胜 灵魂伟的失误是泳春大师徐耀干 灵魂伟的习武已经有好几个零头了 或许近期因为传舞实战的相继落败 也让人们开始质疑传舞的实在努力 不过本场比赛,灵魂伟却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 比赛的时候,灵魂伟很快就摆出了永春拳的经典展架 而后只见灵魂伟马上猛冲上去 就是对苏亦安进行了一顿疯狂输出 比赛才开始仅8秒的时候 苏亦安就被灵魂伟打出了擂台新的一份 本次的擂台比较特殊 如果踩出蓝色区就算出街了 接下来灵魂伟趁胜狙击 以连续永春拳将苏亦安又再次打出内海 灵魂伟再次得空 由于灵魂伟打得太过激烈 裁板都差点没有拉住 而后双方马上技能激烈而又凶猛对拼 不过还是灵魂伟的招式更加占有异线 紧接着苏亦安想用转身后盾来还以颜色 结果随之被灵魂伟又是一顿暴重 只见苏亦安被打到有点无力环境 接下来苏亦安以扫踢外加后手拳 终于打到了灵魂伟 不过也只是三级皮毛 而后苏亦安再次敞到灵魂伟 以连续永春拳再次爆弹 接下来只见灵魂伟追着苏亦安继续终于进 苏亦安确实有点被打到怀疑人生了 不过好在是回合铃声救了苏亦安颜色 第二回合开始后 只见灵魂伟猛冲上去 对苏亦安又是一顿疯狂输出 由于攻势真的太猛了 这一让苏亦安只能直接败推 接下来只见苏亦安以乱拳回击 直接轮起了王八拳 而后在面对灵魂伟的松门进攻 苏亦安无奈只能马上又出了话动作 紧接着苏亦安尝照灵魂伟 以永春的寸拳中计的面部 苏亦安也有点被打闷了 接下来在面对灵魂伟的松门进攻 苏亦安压根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频频挨揍了 双方大战了两个回合 最终灵魂伟终于是引向了比赛 苏亦安也输得金服口服 连满鼓掌鼓合 其实武术没有高低之风 只有集练者有强弱级别 因为极个别的传舞落败 也不能一杆子全部都说传舞不行 整个武力那么大 获取真正的传舞高手 还是大有名在呢 好了本期视频记得了 青山不改绿水残热 我们下期再会